从1月23号沈阳疫情开始以来 12月24号沈阳向树湾二期封闭 之后陆续有19个小区升级为中风险区进行封闭管理 昨天上午沈阳最后一个封闭小区 铁西区纳帕阳光小区解封了 这也是沈阳此轮疫情中最后一个解除封闭管控的小区了 在我身后是沈阳铁西的纳帕阳光小区 这个小区从1月6号开始封闭 1月20号降为了第一风险区 再过了7天也就是27号的上午10点 这里就将解封 在解封之前的几分钟里 我们看到身穿着沈阳配送制服的工作人员 在这里举着国旗来欢迎他们 其实他们都是这个小区的志愿者 这个公司参与了整个小区志愿服务 为他们配送蔬菜和米面油 在21天的时间里一共60多人参与了其中 在现场一共有20多名志愿者站在这里 欢迎他们的服务对象 那怕阳光小区居民的解封 伴随着激动人心的倒计时声 此轮疫情中 沈阳的最后一个封闭管控小区正式解封 反正还行 除了不能处理基本上都挺方便的 他现在想干嘛去 现在回答看我母亲的 他还想干嘛 我看一直往天要冲 对 他喜欢那无人飞机 然后可能是因为 我们在屋里待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然后他就特别想出来放不放嘛 干嘛 从小区出来的人们脸上的笑容藏不住 还有一些居民写下自己的祝福 感谢21天以来所有人的付出 这21天保护自己 为了沈阳市人民的安全 我们这21天值了 今天我们就请庆祝咱们小区 那解封了 感谢党 感谢政府 感谢大白们为我们的辛苦付出 九十三 下来走接接地气 下来真的 这位脚踏实地踩着地了 那真就接地气 心里可踏实了 真好 感谢那些白亿战士 支援工作者 社区工作者 保护我们 为我们服务 我们衷心地感谢 我们胜利了 对 胜利了 在封闭的日子里 小区广场上 总能看到一位穿着红色马甲的大白 自己带着音响 在园区里跳起广播体操 园区的居民在家跟着旋律跳动起来 居民们管他叫大橙子 他就是纳帕阳光小区的保安队长 李成 也是一名圣经义勇志愿者 在网上看了嘛 大家的情绪都比较紧张 我就和这第三天嘛 我就和这 怎么能给大家缓解缓解 心情 放松放松 那个情绪嘛 让大家 干死心事嘛 我现在领大家跳的舞蹈 啥子 但我这 也没那一种稀泡 我这其实力量能及的 做了广播体操 让大家活动活动 一开始我们就是看 后来呢 我们也跟他一起跳 那么本身我是接受的是 第六套人民广播体操 那么他跳的是第二套 我就从头开始跟他学 看见就是他在那跳舞 我就感觉当时心里特别温暖 然后我那个 我就把抖音拿出来 使手记录一下 想让外面 主要是想 传播一个正能量 然后也想让外面居民 看到我们在里面生活怎么样 然后特别安全 特别温暖 其实李成并不住在这个小区 1月6号凌晨值班的他 本有机会去到宾馆 进行集中隔离 但得知情况后 李成主动留在小区里 吃住就在只有两平方米的保安室 每天配合街道 公安对社区进行管控 为居民送物资 我最想是回家先休息休息 回家先休息休息 家里也21天没有回居 对对对 我父母都80多岁了 我姐姐哥那个 也是一线和一线 咱俩都没法照顾的 就想回去看看父母 靠着大家的共同努力 那怕阳光小区终于解封 这位小区名人 那怕大橙子 也终于能够下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